继续学习租赁 上节课是介绍到承租人对融资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理论部分的一些确定都做了说明 下面我们一起看教材上的例题 例二 例二的资料 首先第一个是租赁合同 二零某一年12月28日 A公司与B公司签订了一份租赁合同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个租赁标的物 租赁的是什么 租赁标的物是成功生产线 第二个是租赁期开始日 说的是租赁物运抵A公司生产车间值日 这个题目是2052年的1月1号 第三是租赁期 租赁期开始日 计算36个月 这36个月是2052年的1月1号到2054年底 租金支付方式 每年年末支付 所以如果是年末支付 就属于普通年金呗 我们要算限制的话 可以用支付的年金数乘以普通年金限制系数计算 第五 该生产线在2052年1月1号 B公司的公运价值260万 我们也清楚 若一项资产 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 长租人 应该是最低租赁付款和限制租赁赁公运价值较低者 在家出市直接费用 那公运价值就告诉了 实际上也就是说 出租人在外面买 价款部分他入账的数260万 第六 租赁合同规论的利率8% 这80%是年利率 就是没有给定租赁内含利率 计算最低租赁付款和限制时 就要选择租赁合同的利率了 他还会给定 第七 该生产线为全新设备 估计使用年限为5年 第八 2053年和204年2年 A公司每年按该生产线所生产的产品 微波炉的年销售收入1% 向B公司支付金融分享收入 那这里面呢 就是一个货有租金呗 货有租金发生时计当其损益 我们先来再看第二个A公司的 第一个采用实际利率法 确认本期应分摊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时间长的 利息都应该采用实际利率法来进行确定吗 第二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融资租赁方式租入资产 成族人对它要替折旧 当然会谈到用什么样的方法 第三到2053年2054年 A公司分别实现微波炉销售收入 1000万和1500万 其实这再算货有租金时会用到 按照1%算呗 第四 2054年12月31日 将该生产线退还B公司 没有涉及到有优惠购买的情况 直接给退还了 第五 A公司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 发生可归属于租赁项目的手续费 差录费一万 这是什么呀 出纸直接费用 长租人要把出纸直接费用 寄入到资产的入账价值中 以上给定的一些资料 我们看一下A公司的账目处理 先说租赁开始日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判断租赁类型 就是这项租赁到底是融资租赁还是经营租赁 他说本类中租赁期三年 占资产上个使用年限五年 60% 这个还不行 不行 其实我们考试一般也不出大题 出大题的话 你来一个行的就行了 他主要让大家看看 说那五条呢 我一个一个说 再看说另外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这限制后面有一个计算 经过计算的是2577000 那其中不还有一条吗 如果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达到了资产 公允价值90% 或者超过它了 没问题 就融资租赁 而这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已经给了 租赁赁公允价值260万 我们用它乘以90% 这是234万 所以就会发现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已经超过了 租赁赁公允价值90% 凭这一条 你就可以认定是融资租赁了 那当然我们也没有说 用不着 满足第四条 还是第二条 就想不起来了 你管他就说满足就完了吗 融资租赁的标准就行了 融资租赁 好看一下第二步 计算租赁开始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确定租赁赁的入账价值 这个题里面呢 没有给定租赁内含利率 我们计算限制时只能 秋七色 租赁核动利率 还有 租赁核动利率说也没有 那你只能同情项贷款利率吗 前面说过这个事情 租赁核动利率8% 所以算限制时 选8% 由于没有谈到 优惠购买的情况 最低租赁付款额计算时 应该各期租赁之和 再加上 成足人担保余值的方式计算 这个题呢 当然也没有涉及到 成足人担保余值的事情 所以呢 就说每年年末的租金100万 直接乘以3 这就应该是最低租赁付款额了 只是一个各期租金之合 没有成都人担保余值 如果有成都人担保余值 当然要把它算在内 现在最低租赁付款额300万 好了下面看一看 如何计算最低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每年年末100万 连续三期 现在我们要用 租赁合同利率8%折现 因此要乘以 利率8% 其数是3的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那这系数呢 当然会告诉我们 这里面说2.5771 这样呢 每期租金的限制之合 每期100万吗 年金呢 乘以2.571 257万7100 前面说了算限制吗 就这么算 资产在进行入账时 应该是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 租赁赁公允价值较低者加上出持直接费用 那你看租赁赁公允价值2.60万 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257.7100 当然我们入账时以它为基础入账 不过呢 不是就是入账的数字 因为还要考虑出持直接费用 我们再看第三步 计算呢 未确认融赁费用 我们未确认融赁费用计算时 不是说就是资产入账价值 未确认融赁费用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计算时要用长期应付款余额减去 本金数呗 那未确认融赁费用 这样来比较合适 所以呢 要用300万 我们接下来呢 就说这项资产入账的价值呗 没有考虑出持直接费用情况下的入账价值 257.7100 不就相当于本金吗 现在是多少钱 那差额未确认融赁费用 422.900 我们下面要将出持直接费用 记录资产的价值里面 大致说过 佣金的律师费啊 差录费 谈判费啊 这些出持直接费用 要记录资产价值里面 所以会看到 取得这项资产入账价值 不需安装的直接计固定资产 需要安装的还有通过再建工程 最低租赁付款额限制2577.100 再加上一个出持直接费用1万 2587.100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账务处理 不需要安装 直接计固定资产 借方固定资产2587.100 长期资款 未来所付款的总的金额数是300万 银行存款是出持直接费用 我们也算过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422.900 在前面也不止一次谈到过 这里的长期资款是未来应付本金和利息 未确认融资费用是未来要付的利息 所以你要算某一个点上应付本金余额是多少 就应该是这个点上的长期资款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应该要知道 我们接下来第二个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会计处理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按照什么分摊 也说过 要是输入的资产 以最低资料付款和限值为基础入账 算限值时的折限率是什么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率就是什么 必须跟他相当 我们的题目 资产入账时就是以最低资料付款和限值为基础入账 2577100 而我们算限值时用资料合同利率8% 显然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必须8% 别的不行 只有一种情况要重新计算 那是说我们租入的资产 以资料资产供应价值为基础入账 那你才重新计算 这题当然没有设计 下面说第二步 在资料期内 采用实际利率法分摊未确认融合费用 实际利率法 那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表 在2022年1月1号 那应付本金余额2577100 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你在租赁开始时应付本金的余额 不一定就是资产入账的金额 我们固定资产在开始入账时是2587100 因为那里面含有一万的出资直接费用 而出资直接费用与本金没有关系 所以要算应付本金余额 我们就应该是用 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来进行计算 这是合适的 然后继续往下看到2022年底 因为每年要支付租金 支付租金是100万 而你确认的融资费用 其实也就是说未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要用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那这里的期出贪余成本2577100 乘以实际利率8% 那就是206168 说应付本金减少 你也用不着4等于2.3基减几的 直接一想就应该能够想到 2022年底应付本金合利息减少10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了206168 那你说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显然是两者的差额 所以就100万减去 206168不就是这个数吗 793832了 那下面应付本金的余额 原来是2577100去掉 793832那不就是这个数吗 1783268 是202年底的 我们再看203年底 又支付了本金100万 然后又有未确认军资费用的摊销 这个摊销数当然用期出应付本金余额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这个时刻期出应付本金余额是多少呢 1783268呀 那你再乘以实际利率8%呗 不就算出来了吗 应该这样算 同样的应付本金和利息减少的是100万 其中应付利息减少142661.44 应付本金减少多少 两者的差吗 857 338.56 那最后呢 应付本金余额1783268 减去这个数字 是925 929.44 那最后呢 2014年 大家也清楚 我们总的未确认农资费用的数 42900 你把前两个扣掉 剩下的就他呗 你最终必须要谈完 那就结束了 大致这么一个过程 当然 没有表的话 你每一年计算未确认农资费用的分摊 也不应该成为任何问题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比如说咱们看2052年底的时候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摊销 用2052年年初 长期应付款余额 都是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未确认农资费用余额 一定是每期期出的 那就应该是期出应付本金余额呀 300万减去42900啊 我们用它再乘以8%吗 直接利率 就应该未确认农资费用的分摊啊 206168 再看2053年12月31日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摊销 是2053年年初 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2053年年初 未确认农资费用余额 你想啊 一共的长期应付款300万 2052年底付了100万 2053年年初 当然就是300万减100万啊 然后再看2053年年初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余额 总数呢 42900 然后我们2022年 摊销了206168 这不就是说期出的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余额 长期应付款余额 减去期出的未确认农资费用余额 那就是期出应付本金余额 再用它乘以8% 14261.44 这就算出来了 我们最后一年 算差额 其实未确认农资费用分摊 确定了别的没有什么问题 总数42900 把2022年的2053年摊销数扣掉 最后一期 74070-56 那最初自然就确定了 再往下的第三步账务处理 2022年底支付第一期租金 支付租金100万 那借记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2022年1到12月 每月分摊未确认农资费用 整个2022年的 未确认农资费用分摊数 206168 除以12万每个月 那分摊时 没有资本化的时候 就寄财务费用 所以借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农资费用 算出的数 1718 0.67 二雷毛三年底 支付第二期租金 还是100万 借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 那这一年整个的 未确认农资费用分摊数 14266 1.44 每个月的多少出去 12 其实不用每个月的 一年算一次就完了 那他说 我们实务之中按月算 他就按月来了 没关系 考试有这种题目 一般可能都黏的 你看他怎么要求 那按照计算出的数字 借记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农资费用 再看二雷毛四年底 支付第三期租金 建方长期应付款 代银行存款100万 二雷毛四年 一到十二月 每月分摊的 因为总数呢 是740 70.56 除以12 6172.55 然后借记财务费用 代未确认农资费用 所以大家这也看到了 只要说 未确认农资费用的 分摊这个定了 账务处理不是什么问题 接着再往下第三 租赁资产折旧 最后的会计处理 第一步呢 融资租入固定资产 折旧的计算 下面表十六干二 我们先大致看一看 其实大可不必 好像把这事情 搞得太复杂了 就说整个固定资产 原价处是 2587100 没有未担保余值 那英纪折旧国跟他一样 然后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 说是租赁期三年 但是2052年1月份 又不提折旧 提折旧是35个月 就出现这个问题 35个月说 那2052年只有11个月 11个月除以35个月 然后2052 2053年呢 都是12个月除以35个月 就来这么一个数 之后呢 这两个 就这么大是三个数 你要说每一个月提多少折旧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用2587100 直接除以35就完了 用英纪折旧额除以月数 能不每个月的折旧 他非得来这么一个东西 之后呢 就是折旧率呗 2587100 乘以31.42% 告诉 当年折旧歌 812.866.82 这是当年的 再除以11就每个月的 其实用不着 我们不管怎么说吧 他就这样做的 812.866.82除以11 73.896.98 我说这一个月的 借制造费用 代方代累积折旧 我知道有的同学说 那我用2587100除以35 跟这个数字不一样 哪个对 哪个都没问题 你算正确了 他能说你错误 那不会的 这就是资产折旧的机体 这些短文字 看不看都行 啰嗦 我们再看第四 货有租金的账目处理 货有租金 发生值 即当期损益 销售费用 那也就是说 203年一共是 1000万的收入 乘以1% 10万 没付的 借房借记 销售费用 代方代其他 应付款 10万 那204年 1500万 乘以1% 15万 借销售费用 代其他应付款 没有问题 货有租金 发生值 即当期损益 即销售费用 然后第五 租赁期借满的 会计处理 租赁期满了 那204年底 将这个生产线 退还B公司 由于呢 没有担保余值 所以你也看到了 提的折旧数 跟固定资产原价 是一样的 借房借累计折旧 代方代固定资产 2587100 如果说有担保余值 担保余值不提折旧 那你最终退还时 会有借记长期 行付款累计折旧 代固定资产 这是教材上的例子 我们接下来看 2014年考试的 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 关于常租人 与融资租赁 有关会计处理的 表述中正确的有 A 获有租金 应于发生时 记录当期损益 这个没问题啊 融资租赁 别管融资租赁 进行租赁 获有租赁 都是发生时 记录当期损益的 B 预计将发生的履约成本 应记录租赁赁成本 预计将发生的 履约成本击倒了 你可别说 当期损益 当期损益还没发生的 预计将发生的 我们不确认计量的 如果你已经发生的履约成本 我们记得当期损益 所以这个根本就瞎说 再看C 租赁期满 行使优惠购买 选择权支付的价款 应直接充减相关的负债 优惠购买了 我们要把优惠购买价 寄到长期性付款里面去 等你购买时 就会借记长期性付款 带银行存款 没问题 充减相关负债 这是对的 D呢 知悉出租人的 租赁内含利率是 应以租赁内含利率 对最低租赁付款和折现 首选也没有问题 你要知道 出租人租赁内含利率 就要选 所以题目ACD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个B 说你发生的 预计的都不行 发生的这个数 你把它记录到 当期损 好我们看一下第三节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我们在这一节里 介绍两个问题 第一个出租人 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第二个出租人 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先看一下第一个 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经营租赁嘛 出租人收租金 收租子 成不人付租金 所以下面也是租金的会计处理 没有特别说明 租金就是平均算 说有别的更合理的方法 但说没有 我们平均的算 出租人主要是靠这个的收入嘛 我们把它反映到租赁收入里去 对于出使直接费用 那也是说 手续费也 律制费也 差旅费也 印花税 我们一般的把它记录当期损益 就是对于经营租赁 金额较大的应当资本化 在整个经营租赁期内 按照与确认租赁收入相同的基础 分期记录当期损益 那就看他怎么说了 你金额较大的好了 别一次记录当期 你以后进行分摊就可以了 先把它资本化 然后以后进行分摊就行了 第三呢 租赁资产折旧的记题 因为是属于经营租赁方式租出资产 所以这项资产还属于出租人的 出租人就把它认为是自己资产一样 对他去提得救 该怎么提怎么提 第四呢 是获有租金的处理 获有租金啊 就是发生时计当期损益 也都一样 下面说出租人对基硬租赁提供激势措施 我们前面谈到成果人那块了 你要提供激势措施了 你不要说说免租金期间 这期间你也照样确认租金收入 你要提供一些别的什么服务的 让人少付掉钱 那你把少付能给扣了 你帮人自付的 所以总数你该扣的扣 比如说提供了承担了成租人的某些费用 那你承担了就把它扣掉 不是你的收入 那大致知道一下 我们先来看下面第二个大的问题 出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这一块的问题的严格来讲准则原文是出现了问题 写书的时候又不好意思跟准则原文不一致 所以原来呢 比如说去年已经有那么几年了 文字的表述跟例子对不上 今年的可能作者想我都跟你对得上 然后呢再把多的部分给冲了 采取这样的做法 我记不清哪年了 若干年前曾经有过这个东西 后来一看不合适删了 可能今年这个人又来了 又把它给加成了 我下面还是说说就是这种情况正确的怎么做 因为我们毕竟将来成为注册会计是要职业的 你别到时候是真的就万着准则的原文来 你最终出现一些笑话 租赁债权的确认 借房长期营收款未来要收到的款 准确的来讲 只能是最低租赁收款额 不会在最低租赁收款额的基础之上 再去加上一个 出使直接费用 其实呢 你说出使直接费用要不要去找乘租人收 当然要收 不光收这个还要收一息呢 也就是说出租人 我们从外边买的这项资产 付出对价的供应 以及出使直接费用 以后肯定找成租人收取 除本金还有后面的利息 我们还要赚一些钱呢 这是确定事项 但是你 应该是在各期支付的租金里面都含在内了 不会说 在最低租赁收款额的基础之上 再一次加上 加什么用 啥时候收啊 到租赁期满时 你出租人找成租人 哎呀我出差的差里非 你看你还没给我报了呢 人报得着吗 租赁都给你了 所以准确来讲 既然我们定义了最低租赁收款额 那就是长期租赁收款入账 但是我后面也跟大家讲 因为有的人并不见得知道 这个准则表述有问题 他真的有一年像考试出现的单选题 让算长期租赁收款的入账金额 那只能在最低租赁收款的基础之上 加上出使直接费用 他不加你对不上售 这个事情实际上 都挺悲哀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考试嘛 其实准确的是他 然后接下来 我们融资租赁方式租资产 站在出租人的角度上 这项资产 我们应该对他终止 风险报酬转了 长租人对这项资产能够控制 长租人对他要提折救 那接下来 那我们把原来的融资租赁资产 给他给冲掉 那这项资产呢 要体现公允 要减少的 公允价值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要寄当其损益 有的是营界外支出 有的营界外收入 因此呢 说这个项目 资产的公允价值 这个项目 还有说营界外收入 这几项呢 其实是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那公允跟账面的差 应该是寄当其损益 这个没有问题 那这样我们就会看到 和前面所谈到的租赁内含利率 正好是相符的 就是出租人未来得到的资产 不就是最低租赁收款额 还有未达保余值吗 这是未来得到的资产 用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折现 算出的限值和现在付出对价相当 现在付出对价 一个是融资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 刚刚谈到这三项 另外一个 出使直接费用 这就租赁内含利率 然后呢会看到 限值 和你未来资产之间的差 这是未实现融资收益 未来的利息一样 这跟租赁内含利率就对得上 所以你会看到呢 书上今年就是在例子里面 这边加个出使直接费用 如果长期应收款 加个出使直接费用 未实现融合收益 不就多个数吗 多个数你要 再把它摊按实际利率 还能摊完才怪呢 然后他来着 为了避免高估再把它给冲了 高估你不记不住 准确的是这样 所以正常的一些处理 表述下面这段文字 相对来说比较合适 也就是说在租赁期开始日 出租人应当将租赁开始日 最低租赁收款额 作为长期应收款入账价值 不要加上出使直接费用 同时记录未担保预支 这是未来得到的资产 将最低租赁收款额 及未担保预支支合 与融资租赁赁的供应价值 和出使直接费用支合的差 确认为实现融资收益 这是对的 然后你说 租赁赁供应价值跟账面价值 原来如果说自己还有的话 既当即损益 这就是比较合适的说法 真有这样的业务 按这个做 不要把出使直接费用 再一次的加到长期应收款里去 不要讲 工作是这样 那这段文字我也就解释了 刚才所说的 但假如说 考试时让你计算长期应收款金额时 你就得是最低租赁收款 加出使直接费用 不加他还不行 2012年考试 就这么考了一个应收融资租赁款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题目吧 这是2052年的1月2号 假公司采用融资租赁方式 出租一条生产线 租赁合同规定 租赁70年 每年收取固定租赁20万 好了 你10年的话 每年收取租赁20万 他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情况下 应收融资租赁款 10乘以20 这肯定是一个 除固定租赁外 假公司每年按生产线索 生产的产品销售额的1%提成 据测算平均每年提成约2万 这是一个货有租赁 与应收融资租赁款没关 第三呢 承受人提供的租赁赁担保余值是10万 那担保余值这一块 肯定要记进来哟 别管承受人担保余值 还是与承受人出租赁无关 第三方担保余值都要记进来 所以这10万你肯定要算进了 应收融资租赁款 第四 与承受人和假公司均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 提供的租赁赁担保余值5万 那这肯定要记进来 没什么好说的 这都没问题 然后说 假公司为该项租赁令支付谈判 为律师费等费用1万 假公司租赁期开始日 应确认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那比较准确的应该是215 这个出提人还倒挺好 我不给你 不给咱们也得选 单选必须得选一个 那你要把出资直接费用加进来 再加1216 你看正好 他就适了 所以我说考试没辙的情况下 你把出资直接费用加进来 很可能再有这种题出现 估计出提人 也就认为 我就照书上模仿 你怎么递 那我们当然听人家 你说 你厉害 我一定听你的 那把出资直接费用加上 工作是不可以 好了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 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的会计处理 未实现融资收益呢 那当然属于未来的利息 利息要进行摊销 那对于出租人来讲 构成他的主要的收入吗 叫做立收入 会计处理 实际收款时 借方借银行送款 贷方贷长期收款 未实现融资收益贪销 也一样的要 要用实际利率法 其实要用期出 应收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计算 跟前面承租人 用期出应收本金余额 乘以实际利率 原理都是一样的 必须期出乘以实际利率 那贪销借方 未实现融资收益 代方代计 苏联收入 这块不要像财务费 出租人主要业务 赚取租金 那是他的主赢了 相当于 第三是应收融资 租赁款 坏账准备的计题 大致知道的概念 你别管是应收账款 还是长期应收款 反正都是应收 那应收不可避免的 就会出现一些坏账 但是像报表上 劣势时 对于长期应收款 要扣掉未实现融资收益 那才反映的是一个本金 我们是以本金的形式劣势 不可以说 长期应收款是资产 未实现融资收益是负债 根本不是负债 没有欠任何人的 所以我们是 长期应收款 减去未实现融资收益 是作为一项资产 来进行猎报 那要讲道理的话 这项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示算起 一年内收到的本金部分 应该是放到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剩下的才属于 长期应收款猎报的数字 那下面说 那对这项资产 当然也会有一个 提坏场准备的问题 提准备呢 那一定是说 就是说对于本金 这部分的体备 这是一项 知道概念就够了 第四呢 未担保余值 发生变动的会计处理 未担保余值 也是出租人的一项资产 那这项资产 当然开始估计的数字 过了一段时间 估计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两个数字不一致了 所以说出租人 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中了 对未担保余值进行复合 复合的时候 未担保余值增加 我们就不做处理 你资产多了就多了 但是未担保余值 要是发生减少的 我们对它呢 要进行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对这个未担保余值 相当要提减值的 提减值之后呢 你想 我们未来 要收到的 租金 就是长期应收款 你未担保余值又少了 然后算出 租赁期开始日的 租赁资产 这个价值 比如说公允价值 还有初始直接费用 这个数还不变 不变 未来的数字变小了 渐值了 那你融资 租赁内含利率 显然就得发生改变 你可能一定要调解吗 变小 你变小算出的值呢 才能稳定开始的 因为你未来先进流少了 就大致了解 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如果这变化的话 减值即当即损益 然后也说 减值的这个数呢 也可以恢复 恢复完之后 还要再重新计算 搜赁内含利率 最多了解一下概念 绝对不会出现 什么大的题目 我们接来看第五 获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获有租金啊 也是在实际发生的时候 确认为 当期的收入 整个会有租金 别管什么样的租赁呢 乘租人出租人 还是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发生时 记住当期损益 再看第六个 租赁期届满时的会计处理 租赁期届满 第一个是收回租赁资产 就我们收回来了 不是属于那种 优惠购买的情况 收回这项资产 存在担保余值 不存在未担保余值 假如是这样 存在担保余值 不存在未担保余值 那担保余值 肯定是在 长期营收款里反映 我们收回来的资产 还有价值吗 借记融资租赁资产 代方长期营收款 好像也没有 什么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说 如果收回 租赁资产的价值 低于担保余值 你要合同里面 要向成都人 收取价值损失补偿金 如果有的话 看合同呗 有的可能说 你能收补偿金 有的要真的 要有担保的说好了 你收不着人家的 那单数 那我们要收着补偿金 借方其他营收款 代方应该收 绝对不能算日常活动 我们再看第二个 存在担保余值 同时存在未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当然就在 未担保余值 那个账户来反映了 担保余值 肯定是长期营收款的 因为你长期营收款里面 最低租赁收款额 它是在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基础值上 加上一个 与成都人出费任务 关第三方的担保余值 所以所有担保余值都在那 那如果都有 借方融资 足领资产 代方长期营收款 担保余值 未担保余值 就是未担保余值这科目 也没有问题 同样要说 能够补偿的 向人收取的 就反映到其他 应收款 借方 代方应该收入 我们再看第三个 存在未担保余值 不存在担保余值 不存在担保余值 当然长期营收款 什么都没了 我们按照未担保余值的金额 那你借方借记融资 足领资产 代方代未担保余值 然后第四 担保余值和未担保余值 均不存在 你不存在 还做什么会计处理 说借融资 足领资产 代啥也没有 那怎么可能呢 借贷 记账法 原则不能打破 那就做备查 就没有 行了 第二个说 优惠续租足领资产 那可能会涉及到优惠续租 也不是那么太重要 那第一个 如果成都人 行使优惠续租选择权 你选择呗 接下来认为这件事情 一直存在 该怎么做怎么做 那足领期满时 要是没有续租 又是返还的处理呗 按照刚才的就行了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再看第三说 留购租资产 因为可能会涉及到 优惠购买的问题 到足领期届满时 成都人行使了 优惠购买选择权了 那当然长期经收款里面 它是在 最低租赁付款额的基础之上 又加上一个 与成都人出的任务 关第三方担保余职 而最低租赁付款额 大家知道有那个 优惠购买价 现在站在出租人的角度上 钱收到了 借银行存款 代方长期经收款 如果存在 未担保余职 这事已经结束了 已经不是你的了 什么都办完了 那你未担保余职 也必须冲掉 所以会有借记 应该支出 代方未担保余职 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这节课呢 是把书上的 成租人融资租赁业务 会计处理的例子 做了讲解 主要你要关注一下 未确认融合费用分摊的问题 然后就说 谈到出租人对 经营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 原则跟成租人差不了太多 比如说租金平均摊 免租金期间 照样确认租金收入 你要是提供什么激励措施的话 把这部分从总数里给扣了 你要是承担费用 那你就把它给扣了 然后出市直接费用呢 一般即党即损益 金额较大的时候 自满化 分期摊销呗 你可以说 那我就把它 先反映到长期担担费用 有多少 以后分期分期一定要摊 没问题 反正是自满化 那对于呢 出租人 对融资租赁业务会计处理 因为准则上的问题 长期营收款 入账金额出现问题 那我就说工作过程中呢 你按照我所讲的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考试呢 问长期营收款 入账金额 仍然是最低足利收款额 再加上一个出市直接费用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只能非常做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